好 首先呢 讓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則新聞 就是發生在台中市某KTV包廂 在21日凌晨呢 竟然發生了恐怖的暴力事件 從事傳播的29歲孫姓女子 因為債務關係遭到了陳姓女子等人的毆打 甚至呢 遭到了熱湯潑臉 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駭人聽聞 而導致她的臉部頸部嚴重的燒傷 而對此呢 孫女也在這件事情後首度發生 希望大家不要再轉傳影片 讓事件就此落幕 事件發生後 孫女的臉部 頸部都有燒燙傷 宋姨入住家戶病房之後轉到了普通病房治療 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但四肢臉部都包滿了紗布 劇院方表示 她情緒穩定 也能正常飲食 顯示出堅強的意志力 而孫女23日首度受訪 她表示 已經向警方要求對施暴的三人提出控告 另外她也強調 自己只是一名燙傷的患者 不是公眾人物 這幾天收到許多網友的訊息 讓她非常困擾 呼籲網友 媒體能尊重她的隱私 不要再繼續流傳相關影片 希望這件事情能夠盡快落幕 現在RPTT也有網友出來爆料說 潑湯的這名女子自稱說 其實她自己是已經懷孕的狀態 那在案發之後 因為其實輿論不斷的來批評她這個行為非常的不對 導致出現了先兆性的流產 她的好友也出來怒轟說 流產的話 這樣要算給酸民嗎 根據了解 陳姓女子自稱懷有三個月的身孕 周遭有人不滿孫姓女子 明明知道陳姓女子懷孕見面時還先動手 才會演變成波棠事件 但是影片曝光之後 輿論風向幾乎一面倒 紛紛痛批 陳姓女子作風太過很大 今天凌晨PTT有網友爆料 指出陳姓女子在事發後 疑似不堪輿論壓力 而出現異常的出血 檢營後卻認為先兆性流產 醫主需安胎收養數週 好友PO動態痛斥 請問如果流產的話是算酸民的嗎 還是那些正義魔人 另外呢 她的姊妹也怒轟 正義魔人先搞清楚頭尾再來攻擊 這件事情啊 現在可以說是大家都在討論 那網紅T妹她有在臉書上談到這件事情 她說很多人都不知道暴力討債的SOP 提到說其實正規兄弟處理的模式 如果是女性 而且又很皮的話 有需要動手都是交給女性處理 T妹表示正規兄弟的處理方式 有需要動手永遠都是交給女性處理 但頂多就是打巴掌 接著就會要求對方開始打電話向親友借錢 還清欠款才會放人 男性百分之百不會動手 因為很落差 T妹接著說 熱湯影片之所以會引起關注 是因為手法比暴力討債還要狠 卻只貴了兩萬元 事後有人認為雖然欠錢活該 但也不能這樣往死裡打 連一旁的男性都踹腳踹頭 這已經超越一般的討債模式 男人出手狂打副小就是不對 聽起來真正的兄弟是不會打女人 但在這次的事件當中 打人的男子不僅會打女人 而且事後還在社群上嗆瞎說 我們打女人該你們屁事 甚至還PO出自己的手機號碼要網友打給她 不過後來卻大逆轉 緊急關閉了社群平台 畫面中一名女子被白衣男制服在地 旁邊的灰衣女竟拿起桌上的熱湯 直接倒在倒地女子身上 胸長的畫面讓人看了觸目驚心 台中21日凌晨發生恐怖暴力事件 疑似從事八大行業的29歲孫女 與26歲的陳女約在KTV談判 沒想到雙方一言不合爆發肢體衝突 孫女遭到陳女趙男林男三人扯法痛歐 還遭潑灑熱湯發出淒厲的尖叫 事後趙男還行徑囂張直接在網路上嗆瞎 我們打女人趕你們屁事有種一個一個打我電話喬啦 一堆網路鍵盤俠 還在文莫公開自己的手機號碼 但不久後又變回小鬧鬧緊急關閉 臉書和IG帳號 遭到潑灑熱湯的孫女臉部和頸部都有燒燙傷 送醫後住進加護病房 之後轉到普通病房治療並沒有生命危險 但四肢臉部都包滿紗布 動手的三人事後遭到警方逮捕 台中地檢署附訊後遇令陳女三十萬元交保 趙男十萬元交保 林男哲氏五萬元交保 詳細的案情警方仍在調查當中 接著讓我們把焦點轉移到新北市 新北市竟然有兩名少女 陳氏在摩鐵震驚了社會大眾 而同住的紅杏男子在昨天的時候也已經落網了 他則是公稱與兩名少女只認識一個禮拜的時間 並且與23日凌晨相約開毒趴 但沒有想到兩名少女施打毒品後 竟然移動也不動 才會嚇得駕車逃逸 新北市新店區某汽車旅館 23日傳出了雙十案 房務人員在樓梯間 經見兩女呈現交疊狀態 明顯死亡 警方上午11點左右貨報之後 趕抵現場 發現兩名女子分別為16歲 17歲陳氏在樓梯處 初步未發現打鬥痕跡 但是在房內的垃圾桶 尋獲了K他命粉末及毒品咖啡包 初步懷疑微吸毒過量致死 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凌晨5點左右 一名34歲的紅杏男子載著兩女入住 但是上午時時許卻獨自駕車離開 而紅男在傍晚被警方逮捕時 又找了一名21歲的女子一起食用毒品 紅男公稱與兩名少女只認識了一週 23日凌晨相約開毒趴 沒想到兩人食用毒品之後一動也不動 受到嚴重的驚嚇才將人移到房間旁的樓梯間 用棉被蓋上 接著駕車逃離現場 至於毒品來源和詳細的事發經過到底為何 警方仍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針對這起案件法醫高大臣分析最重要的是要判斷死亡時間 另外由於兩名少女被發現時身體慘白 高大臣認為關鍵要看獅斑的顏色判斷 法醫高大臣分析如果用了毒品又喝酒 可能會導致呼吸衰竭缺氧窒息 最關鍵的還是要看獅斑顏色 如果是毒藥中毒 獅斑通常會呈現暗紫色 如果法醫高大臣分析 儀化處抹形顏色 McKin駐臨 FURU WAO WWAO WWAO WWAO